周五,一位其家族成员是美国保守运动关键人物的男子 因其在1月6日袭击美国国会大厦中的角色 被判处三年九个月的联邦监禁 他曾打碎窗户,导致暴徒在最初突破时闯入大楼 联邦检察官寻求超过11年的监禁 并对布伦特,博泽尔四世施加恐怖主义家中处罚 博泽尔四世是媒体研究中心创始人布伦特 博泽尔三世的儿子,乔·麦卡锡的演讲撰稿人布伦特 博泽尔二世的孙子,后者是威廉、巴克利的妹夫 并代表了巴黎、哥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一数 但是,法官约翰被刺周五判处博泽尔四世45个月的监禁 和4727美元的赔偿金 被刺发现以恐怖主义罪名加重处罚法条款的法律语言 适用于博泽尔的案件 并称我有点难以逃避这个结论 但贝斯不同意 这会对博泽尔的刑期长度产生巨大影响 并对将一名在政治动机攻击国会大厦中担任领导角色的人 贴上国内恐怖分子的标签感到有点不舒服 我不确定这个标签是否适合被告 贝斯说,尽管博泽尔打碎了窗户 让暴徒闯入大楼 并与暴徒一起越过了多条警察线 但他的行为并不是有意义的暴力 他没有对警察造成任何身体伤害 尽管如此 贝斯之前发现博泽尔低着头靠近警察 并强行与警察接触 当暴徒冲击警察现实 他还发现 博泽尔在庭审中就他的行为反复撒谎 贝斯还借机间接反击了共和党政治家关于1月6日被告的言论 1月6日的暴徒不应被视为真正的爱国者 小不时任命的贝斯说 他们不是政治犯 他们不是人质 贝斯说 1月6日的暴徒现在面临的后果是基于法律的公平 公正和一致的使用 博泽尔在法庭上 他的父亲坐在旁听席上 他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说他永远给家族蒙上了五点 我不认识那些视频中的人 博泽尔说 誓言要用余生确保1月6日的行为不是他人生的故事 但值得注意的是 博泽尔并没有说他现在意识到 自己被误导了关于2020年选举 也没有像许多1月6日的被告那样 把责任归咎于前总统唐纳德 川普的谎言 在被判刑后 NBC新闻询问他是否仍然相信 2020年选举被窃取 正如川普在袭击前虚假声称的那样 博泽尔拒绝发表评论 博泽尔的辩护量刑 被网络中用措辞谨慎的语言谨说 博泽尔接受美国总统是乔·拜登 这是共和党政治家用来避免详细讨论 他们对2020年选举信仰的同样策略 2021年1月6日 博泽尔与亲川普暴徒一起突破警察线 并在最初突破国会大厦时打碎窗户 他与极右翼骄傲男孩成员 以及一名反堕胎权力倡导者并肩同行 待倡导者被指控策划杀害 负责其1月6日案件的联邦调查局员工 博泽尔进入参议院画廊 然后进入参议院大厅 他还与暴徒一起在国会大厦 圆形大厅外的另一处暴力突破中参与 使其他暴徒得以冲进大楼 检察官说博泽尔在1月6日领导了冲锋 也为他认为总统选举被窃取 因此计划通过暴力回应 他们寻求恐怖主义量刑加重处罚 与5名骄傲南海组织的成员 背叛煽动性阴谋罪一样 称博泽尔的行为清楚地显示了 通过使用武力和破坏财产 来阻止国会认证选举结果的意图 这种行为是意图通过恐吓或胁迫 来影响和报复政府行为的典型例子 符合恐怖主义加重处罚的使用 检察官还引用了博泽尔的评论 称国会大厦袭击是道德上正当的 以及他将前副总统麦克彭斯成为叛徒 作为他有意参与国内恐怖行为的证据 在本周的一份法庭文件中 检察官说他们在少数1月6日案件中 获得了恐怖主义量刑加重处罚 包括对骄傲男孩如恩里克 塔里奥的案件 塔里奥被判处22年联邦监禁 这是任何1月6日案件中最长的刑际 检察官还说 博泽尔在审判证词中提出了荒谬的行为叠户 这既与视频证据不一致 又不可信 导致他在9月份被判多项罪名 包括5项重罪 博泽尔在被当地居民和在线侦探的帮助下被抓获 也为他穿了一件印有其孩子 在宾夕法尼亚州就读的学校名字的运动衫 检察官的量刑被忘录提到博泽尔发短信给他的兄弟 试图让他的父亲收回在1月6日后的公开谴责暴力的言论 他的辩护律师写道 博泽尔是一个在2020年选举最终结果上 个人和情感上过于投入的家庭的一员 博泽尔对自己在美国国会大厦打碎窗户 并通过这些窗户进入感到羞愧 博泽尔的父亲写了一封支持信 称他在过去三年半里保持沉默 以免扰乱正义的果实 但现在认为 特别是因为寻求恐怖主义量刑 加重处罚的决定 他的儿子案件中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不是在为我儿子的无辜辩护 只是希望他的惩罚与犯罪相匹配 我请求法院考虑我儿子的品格 他的品格无可挑剔 得到所有周围人的支持 博泽尔三世写道 博泽尔三世在1995年 创立了家长电视与媒体理事会 当时他的儿子还只是个少年 该组织针对像老友记 道森的西和城市里的旋转 这样的节目 以及像真人快打这样的视频游戏 博泽尔三世曾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 说唐纳德 川普可能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骗子 但他转而为川普辩护 甚至在2019年写了一本书 揭开面具 大媒体对川普的战争 博泽尔的祖父在1970年 因领导对华盛顿特区一家诊所的反堕胎攻击 而被判犯有用五英尺目十字架攻击警察罪 根据他1997年华盛顿邮报的复告 周五 博泽尔的律师埃里克 斯奈德便称 尽管博泽尔有很多身份 但他不是恐怖分子 好人做坏事 斯奈德说 这是一个好人做了件可怕的事 斯奈德称 博泽尔是一个幸运的人 拥有所有这些优势 并称他幸运 他说 博泽尔意识到他玷污了一个好家庭的名声 并称博泽尔家族因其在政治之外的其他工作而闻名 博泽尔本人像在场的警察 以及他的家人和法官致死 我无论如何道歉都不够 他说 并补充说 他的行为带来的毁灭性现实不仅对他自己 而且对他的家人也产生了影响 并补充说 他不是这样被抚养长大的 我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 我无论如何道歉都不够 博泽尔说 并补充说他纠正了遇到的那些表示支持 他在1月6日行为的人 他还向华盛顿特区的居民道歉 并指出他希望能挨家挨户道歉 他说 由于他那天穿了学校的运动衫 这导致了对他女儿学校的很多骚扰 这帮助了网上的侦探找到他 在他儿子被判刑后不久 博泽尔三世在X平台上表示 尽管他认为被此是一个好人 但他儿子的判刑是一场完全的悲剧 并提到了在计票期间发生在 不是美国国会大厦的地点的骚乱 这是一次政治起诉 也为我的儿子李奥 布伦特 博泽尔四世继承了他父亲的名字 而他的父亲是一位支持 2024年总统竞选的 以至保守派领导人博泽尔三世写道 我爱我的儿子将比以往更加直言不讳 对这个腐败司法部的刑事调查早该进行了 在国会袭击事件发生三年多以来 联邦检察官已起诉了超过1424名被告 并获得了超过1019次定罪 在884名被判刑的被告中 541人被判处不同程度的监禁 从几天的短暂监禁到塔里奥的22年监禁不等